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吃位于台北市心意计划区的三井日本料理 今天是要来享用他们的午餐 午餐呢最便宜是1500块钱起跳 那酒水跟服务费是另计的 同桌是需要采用相同的菜单 就是一样的夹味的菜单 那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吧 第一道是软壳蟹沙拉 那第二道上的是生鱼片 生鱼片有尤其红干鲍鱼以及干贝 它吃起来都是QQ的 而且切得很厚很大 本来刚开始我们还担心会吃不饱 想不到吃完整套超饱的 那刚刚那个是蝶鱼 去烤大扇贝是跟着苹果一起烤 我们的位置很好 可以看到台北101 鰻鱼饭不会过咸也蛮好吃的 可是大家小心它有小刺 那它的饭碗是中碗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火包鱼汤 火包鱼切起来吹吹的 那点心的话是水果以及抹茶蛋糕 那如果你要点咖啡的话 都是另外要付费的 那我们现在来总评它的环境 食物服务以及卫生 在环境上面 这个环境看起来像餐酒馆的设计 不太像日本料理 我蛮喜欢这样的一个设计的 那在食物上面就是像刚刚开始我说的 本来是觉得担心会吃不饱 想不到这八道菜吃起来是吃得蛮饱的 食物的新鲜度都没有话说 像我喜欢它的火包鱼 吃起来是脆脆的 生肝肺也不错 那生鱼片又都是厚切 蛮鱼饭的那个饭量你是吃得饱了 那就是我们一般饭碗的饭量 如果有不吃生食的朋友 他们也可以克制 就是可以把食物做炙烧 那在服务上面 我觉得他们的服务很贴心 尤其就是协助我们那一桌的服务员 他知道我拿手机拍照 所以当扇贝要送去厨艺的时候 那因为那时候我刚好去上厕所 那等我回来 他就特别再把扇贝拿过来 让我拍照 非常的贴心 只是这边我会再建议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 比如说我去上了厕所 我回来了 我就发现我的食物机上座了 这边我会特别的建议 应该是要等客人回到这个桌上以后 再把他的主食端出来会比较好 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做法 那就是供参考 但是服务上面都很好 就是就这个小细节的部分呢 可以再改进一点 那在卫生方面都很好 就是随时的去整理你的桌子 随时的去注意你的需求 但是他们的厕所是在大楼里面 就是你必须要走出去餐厅外面 那维持的也很干净 所以这个环境卫生补不用担心 整个评价 我给三井日本料理的评价非常高 这次我是使用美国运通千账白金卡 就是每年有五千元国内的美食精 还有五千元国外的美食精 那国外的美食精那一天 那次我带曼谷就已经用掉了 那这一次呢就是趁着年底再不用就没了 就是你不用它也不会给你五千块钱 所以你要把它吃掉 所以呢我就是用这个美食精的五千元 那当然就是最后的总金额一定是超过五千元 但是很高兴就是可以去吃不同的餐厅 因为一般来讲大家如果看到我的影片都知道 我大部分是吃buffet 那为什么会去吃buffet为主 其实不是说我不是真的是就是非吃buffet不可 也不是为了拍片所以才去吃buffet 大家如果知道就是我们吃buffet的资历呢 应该是从台湾有buffet开始吧 就是就是buffet的就是就是资深日资深顾客了 那最主要是因为家人吃的口味太不一样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那有时候要去吃牛排 像我想要去吃金华酒店Robbins的牛排 就没有人愿意跟我去 纵使我可以有我的美国运通打白卡可以买一送一 但是还是家人不愿意陪我去 因为他们不喜欢吃 所以呢就是很伤脑筋 那吃buffet是最容易解决的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常常有美国运通买一送一 但是一直没有去开箱的原因 以后有机会再开箱给大家 那这次就分享到这里 我要出国了 我这一次要去首尔 但是呢我是要搭厦门航空 那要怎么飞呢 就是从厦门航空在厦门转机过去首尔 那如果你对大陆的转机旅游有兴趣的话 或者想要看看我在厦门吃什么 那就尽情期待不定时的更新 那接着下来就是从这个月开始到明年的一月中 我会有很多趟的旅行都是自己去玩的 就是solo travel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追踪我 然后或者是三不五时回来看看我 谢谢你们再见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